大馬路上銀色轎車向右切到外線道 但沒有打方向燈 旁邊機車差點被擦撞 雙方互按喇叭嗆聲 接著開上軟水道理論 騎士突然大爆走 伸腳用力踹車門 接著徒手鎚亮拳打破車窗 但手也被玻璃劃傷流血 都沒有啦 問題啦 坐下來了 騎士不斷要求下車 還拿手機狂拍 駕駛嚇到立刻報警 騎士看到遠景控訴 叫車先挑釁 但手上的血不斷的一直滴 你要不要救護車 你休息 你先休息 好不好 我們處理 我看一下你的手 我看一下你的手 還好嗎 不用 不用 這個其實小傷而已 衝突地點發生在高雄市三米區 雙方因為變換車道差點擦撞 演變成互嗆砸車 但騎士危險駕駛 沒打方向燈 還騎上人行道 家種罪重可罰將近三萬元 依刑法毀損 強制恐嚇罪嫌 移送偵辦 騎士差點被撞到 卻失控大爆走 砸車危險駕駛樣樣來 陸怒症一上升 代價不僅面臨重罰 還要被移送法辦 脾氣真的要好好管理一下 記得洪夫人王舒宏高雄報導